好了,你現在在聽的是神芒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看看訂閱狀況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 還有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訂閱 也希望大家真的要幫忙 直播節目和節錄幫忙分享出去 好了 所以曾經問了一個問題 擴進與負家產嗎?當然是負家產 在2020年或者2021年買樓的人 誰不負資產呢? 如果不負資產就很厲害了 但是2020年 甚至2019年買樓的人 很多都是負資產 就算是2020年年初買樓的人 很多都是負資產的 是很嚴重的 現在講一下日本 日本他們當然 剛剛公佈了經濟的數字 經濟的數字是不漂亮的 他們嚴格來說 就是recession 就是經濟衰退 在去年的第三和第四季 他們報出來的數字 都是經濟增長的負數 日本是 為什麼會這麼嚴重呢? 其實人們現在就說 估不到這麼嚴重的 因為他們股市也這麼厲害 但是之前我在節目裡有說過 日本人是很聰明的 東京大阪那些 他就做得漂亮一漂亮 但是其他地方我都說過給大家 其實日本是不行的 其實就是 為什麼日本經濟會陷入衰退 其實很有趣 其實第三季已經是衰退了 就是去年的第三季度 就是2023年的第三季度已經是衰退 去到第四季度也是 就是連續兩個季度 經濟體量是收縮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個呢 其實我認為就是他們 停滯了三十年的副作用 還有他們搞的一件事情 就是沒有通脹 零通脹 或者是通縮的情況 他們搞了三十年 他們讓人們有一個習慣 就是不消費 不用錢 還有簡約生活 不要買那麼多東西 其實現在有些人 都很崇尚這件事情 因為日本那裡流行 總之 不要那些東西就丟掉 不要買那麼多東西 其實這件事情 生活的態度 如果每個人都做 其實經濟是不行的 就是說現實 只是搞死自己而已 那麼 日本他們內閣府 星期四的通報 就是Cabernet Office 他們報出來 就是 上年最後三個月 日本的國內 就是生產總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按年率計 就收縮了0.4% 再上一季 他再修正 就是 對比起2022年 就是收縮了3.3% 那麼 那麼 日本經濟如果用美元計價 就下了去 第四大經濟體 為什麼我說他這一招是好處 他就是用 一個賤日圓 去捕出口 以及捕股市 其實如果你用日圓去計價的話 他們的企業 那些收益 全部都很棒 他們全部都賺多了很多錢 但是其實日圓 對美元 是跌了 百分之 三四十的 如果你看看這條數 你就知道了 那麼現在日圓一美元 如果我沒有搞錯 都對差不多150日圓 其實之前我也說過 那些日圓 不用急著對的 那些日圓 一定會跌下去的 那時候有些人很害怕 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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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美元都升 很糟糕 我告訴你不會的 你等一下就會 一定有機會 降到150 現在就已經是這樣了 其實日本那邊 沒有人預計他們會這樣 第三、第四季 是收縮得這麼厲害的 經濟 但是 我七月去的時候 其實 那時候已經告訴大家 東京那些地方 東京 大阪那些地方 看起來 當然是 可以 還有 大阪那裡 還有哈魯華那些 都在賣物業 看起來 就銷售一件事 叫做 世界博覽會 因為大阪會搞的 忘記了哪一年會搞的 他就銷售這個概念 但是我都提過大家 不要落答 因為一落答 你一定會出事 為什麼 我那時候一開始 已經有這樣的判斷呢 因為我七月的時候 是由東京 駕車駕到九州 然後再由九州 六兒島 駕車駕回東京 沿途當然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沿途看到的東西 其實很多我都說過給大家聽 這些東西 應該要做的 譬如那些路應該要做的 他們完全不做的 還有 根本上很多地方都像廢墟一樣 我只是說過事實而已 CM James Ho說 剛才我說的 日本的生活方法 就叫做減化生活 對呀 他們現在很流行銷售這些東西 Rafi Zhang說 沒有人買東西 是很嚴重的 對呀 事實上現在是 很嚴重的 那 Rafi Zhang說 香港很有機會 步入日本的後塵 我不敢說 香港現在做一些經濟數據出來 他做到也是有增長的 香港也有通脹 其實 暫時也不會像日本那樣 其實 日本人現在都猜日本會結束負利率 但是 沒有那麼容易 有很多人說 日本央行 他3月4月就會結束負利率 其實之前我也說過 沒有那麼容易 有些事情他真的搞不定 就是 那些人習慣了不用錢 其實就是 現在日本是太多人習慣了不用錢 現在日本是 這個就是這麼嚴重的 風起發財 就說他沒有去過日本 那20萬日圓一家三口 飲飲食食一個星期 夠不夠呢 看你吃東西有多貴 如果你餐餐去吃貴東西 當然不夠 如果你去吃便宜的 那20萬日圓是夠的 一家三口 就是我的經驗 一樣東西都便宜的 就夠的 因為租酒店可以租一些便宜的 不過租便宜的酒店 就要看你家人習慣不習慣 就像東橫煙那些 我試過租了 就被家人投訴得很厲害 所以 哈哈哈哈 要看你的家人怎樣才行 Campson Lo說 日本仙台這個城市好像消失了 沒辦法的 他在福島以北 那些人 老實說 那些人 那些人會不會走過去 其實 不會走過去 其實是 那新山就是這個低物獄 其實是的 一低物獄也是死的 那 還有就是 Calvin Kroc 他就說 BNO祖國最近的數據 都顯示他有衰退 其實BNO那裡 他們 都是有些問題 現在 講一下直田和南 怎樣說 直田和南 這個就是 日本央行行長 上個星期 他就向日本議會說 他就說 即使在負利率結束之後 日本的金融狀況 日本的金融狀況 也會暫時保持寬鬆的狀態 其實是 保持相對寬鬆的狀態 所以那些人 期望 一件事 就是 日本會加息 或者是 收緊政策 其實 好像比較難 所以我一直都說 不是 日圓會升 有些人在島上 日圓會升 就是 入很多日圓 那時候一四幾的時候 會入很多日圓 那時候我已經說了 不用 一定會回到一五零 有時間 時間就是你的朋友 慢慢就會跌回到一五零 那 除了 這個 直田和藍 不斷說 他那個新的副手 叫做 Sinichi Yuchida 我不知道他中文叫什麼名字 他也是有這樣的觀點 其實 我的看法就是 日圓 不會突然之間強很多 短時間之內不會強很多 現在有些人就說 三四月的日圓就會變得強 我認為 三月日本加息的可能性 基本上已經是零了 差不多 三月就是零了 那麼四月又不能加 那就要看看 頭三個月的數據 現在在日本發生的事情 就是什麼呢 就是 那些人呢 因為生活成本上漲 因為他們有通脹 那麼 他們呢 就不用錢 那些人 私人消費的數據 看到出來 就降了0.2% 還有呢 就是 那個薪金的增長 是落後於通脹 十二月 日本家庭的支出 按年就減了2.5% 這個呢 就是連續第十個月下降 還有上個季度的 商業支出 也是低迷 也是降了0.1% 那麼消費是疲軟的了 就是 那些人 怎樣才可以 幫到日本 那幫日本 你就去消費了 但是現在當然 日本做了這麼多壞事 那是不是有些人 都不會去日本玩呢 我認識的有些朋友就是 以前呢 日本還沒倒核廢水下海之前 他們是經常去日本玩的 那他們倒很多核廢水 下海之後 他們就不去了 真的有這種人 不是開玩笑的 真的有這種人 喏 《新山華》 某台的人說 英國太左拖累經濟 其實不是的 現在已經是右翼拿正式的了 英國來說 現在他們拿正式的保守黨 已經是右翼了 所以你說他們太左 所以影響經濟 這個 我覺得是不存在的 這件事情 那麼 那麼 KCON Chen說 以前衙門有句話 叫做威武 現代衙門 擦中威武 拿著雞毛當令箭 我不知道了 現在日本那裡當然他們 消費下滑是令人震驚的 他們研究的經濟學家都說 那個 價格上漲的影響 比預期更加大 其實 當你用幾十年 令人慣了省錢的時候 實際做出來的效果 就是你的經濟就會很脆弱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你說 要不應該 要那些人這麼節約 節約到 就是 一 有風吹草動 就減這個支出 那些人一起減就死了 那些人一起減支出 結果整個經濟就很糟糕了 其實我也再說一次 如果你在香港的話 你在香港住 在香港一元都不用 那些錢全部都拿去深圳 那香港也會收皮的 就是我講過事實 在一個地方 如果那些人 在那個地方 是完全不消費的話 是一起陷包散的 這些是另類攬炒來的 你說日本那些人 為什麼會搞另類攬炒 因為 這個做法搞了幾十年 那些人習慣了 哈哈哈哈 那些人習慣了幾十年 都沒有通脹 突然之間有通脹 不習慣了 不用那麼多錢 哈哈哈哈 那些日圓當然是跌下去了 現在 那些日圓之後會不會大升 有些人說會加息會大升 那些日圓 我告訴你不用想了 就算他加息 他的貨幣政策也是寬鬆的 還有 他現在起碼做到一件事 就是股市那裡 就是欣欣向榮 那些人省了錢 其實做什麼呢 就是買股票 我講過事實 真的 為什麼那些人 不去拿錢去吃掉它呢 買股票有賺 就買股票 那 又搞到實體經濟有問題 但是 那些人在股市那裡賺了錢 我也講過事實 遲些那些錢 不是馬上的 在股票那裡賺了錢 那些錢就會流到市面 遲些就會痊癒 其實日本的情況就是這樣 你說這一季會不會好一點 你看看股市可不可以再升 如果股市可以再升 譬如 他們現在 如果沒有記錯 三萬八千點 如果升到四萬點 那些人賺了錢 那就會花錢 其實就是看你能不能賺錢 如果股市是有錢賺的 四萬點再上 四萬五四萬六 這樣 那些人 一定賺到錢一定會花的 你不要覺得那些人賺了錢 就不需要而已 這些橫財就手 賺了錢怎麼會不需要 一定會花得鬆手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收拼業就說 中學經濟科老師已經說了 人不買東西就沒有經濟 長期人呢 就沒有東西做 收入不穩定 對自己的地方是很大的事情 香港是在面臨這個問題的 其實疫情期間已經是這樣的了 疫情期間那些人是壓縮香港消費的 在香港的消費是壓縮得很厲害的 已經是 所以那些人打算說開關會成功 其實我早就說了 開關一定會死的 沒那麼容易搞得好的 那麼 小南就說政府令市民折墮 其實那個情況 在香港就... 你沒有說錯了 如果你是形容香港的話 就是真的 其實香港是... 政府自己搞了很多事情 令到大家沒有信心的 就是... 這些是客觀去看的 那麼... 有人就問了 好像之前問了 那為什麼商界不出聲 商界有人出了聲 其實信報其實經常都出聲的 你看看信報你就知道 信報其實就代表了... 信報沒有人看的 因為是中產看的報紙 這些財經報紙是中產看的 其實中產是很不滿的 其實... 但是... 我也要說 中產不滿 這屆政府是不會理會的 它是理會你的生芒果 你現在的錢都套路了 你都走不了 他們的想法是這樣的 那些房子又跌了 股票又跌了 你走不了了 你留在香港吧 但是它想漏了一件事情 就是... 中產可以先讓人先走了 資產可以先放在那裡 那些房子可以出去收租 那些蟹貨股票可以不賣 他還有錢可以在外國生活 或者去新加坡生活 都是外國的 或者去其他地方 他不回來你已經死了 我講的事實 那些中產長期在外國住的 好像香港有些藝人 長期在日本住的 有些是長期在馬來西亞住的 看到... 那你其實已經死了 那些人... 其實在香港算是賺到錢的 也長期不在香港住的 那你說死不死? 是實死的 我講的事實給你聽 就是這樣 那... KW王就說 多人北上港鐵就發了 港鐵哪有得發呢? 多人北上也沒得發 那些人現在北上... 那些老人家想到方法 現在兩元乘車就上到北上了 現在... 在連堂那邊... 就是說港鐵法 也不知道港鐵法是什麼 那些老人家上去 很多都是... 其實兩元乘車... 他們已經想到方法 兩元乘車了 結果是政府補貼很多 其實事實就是這樣 那Kalvin Kroc就說 商界不敢出聲 怕會和謝偉俊有一樣的效果 的後果 那我不知道啊 這個是... 那... 風氣發財就說 四萬元大師又賭錯了 四萬點其實 道指啊 和日經啊 四萬點的可能性是高的 你不要開玩笑啊 他們... 其實是這麼說的 股市呢 一升 那些人能賺到錢呢 他們的消費又會好起來了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這個是時間問題 所以... 那收平業就說 出聲沒有人理會才慘 那其實很多事情是出聲沒有人理會的 我說也是沒有人理會的 是不是呢 哈哈哈哈 我說也是沒有人理會的 是不是 那算了 其實日本那裡 我很多事情都說了 是... 他們... 是不太行的 實體經濟真的不太行的 而且他們那些人很節省的 其實你去朋友家裡吃飯 你就會知道的 真的 他們... 其實... 你去別人家裡 看看究竟是怎樣 就是有幾個小孩 其實都是很折見的 你就會知道 其實實體經濟也是一般的 日本是 就是這樣 那小藍就說 他沒有說哪裡 他有說 沈大師他有說 說恒指四萬 哈哈哈哈 恒指四萬 很容易 那收平業就說 北上青 不應該給兩元優惠 政價才合理 不知道有些老人家 他們想到方法是兩元而已 現在是 哈哈哈哈 好像深圳灣也是兩元而已 別人跟我說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是老人家 所以不知道具體是多少錢 我一定要說清楚 我是不知道 哈哈 哈哈 那Sam春就說 市民都是配合政府延長通關時間 北上消費而已 其實一個地方 你自己... 那些人都不去自己的地方消費 那麼 你是不可能有好的經濟 這個我也說過事實 這個也是沒有好經濟的 你自己搞自己而已 到最後是搞死自己的 喏 那麼...日本那裡 他們... 經濟... 是差了的了 那麼... 雖然他們... 旅客人數是創歷史新高的 但是... 他們經濟也是有時間搞的 那麼... 2024年會怎樣呢? 這個再說完最後吧 總之... 如果用... 美元計價呢 日本已經是變成第四大的 經濟體了 他已經不是三哥了 本來三哥就是他 大哥就是... 如果用美元計價 二哥就是中國 三哥本來是日本 現在三哥變成德國 四哥才是日本 就是這樣了 那... 算了 我講到這裡 休息一會兒 回來講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兒 為一位 有名字 一位 二位 一位 十二位 二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